共和黨各州代表齊聚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 為聲勢浩大的川普辦一場黃袍加深大典 正式確立川普代表共和黨角逐白宮寶座 與此同時川普公布他的副總統人選 歇年39歲的惡害俄州聯邦參議員范斯 成為川普搭檔 川普在他自創的社群平台發文稱 經過長時間慎重考慮 范斯最適合作為他的競選搭檔 有分析人士認為 這是川普吸引年輕選票 邁出重大的一步 反思幼年時期家境清寒 他高中畢業後從軍打過伊拉克戰爭 退役返鄉就讀大學 再進入耶魯大學法學院 出社會後加入創投界 成功翻身的故事激勵了不少美國年輕時代 2022年在川普支持下 參選參議員勝出一時未為話題 翻思來領工人的經歷深知人心 有助於爭取傳統上偏好民主黨的 攻心階級支持 由於川普只能再做一任 若當選總統副首搭檔 四年後有機會扶政 這名眾志新人 有可能成為共和黨的明日之星 華日新聞無限長報道